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女子确实就是1950年首届日本小姐的第一名 她身高159.1厘米 体重49.4公斤 出身富家 但战争结束时 家里被美军征用 已不胜什么财产 然 她18岁登上冠军宝座之后 尽管邀约不断 但她并不怎么想出去工作 后来 她作为选美冠军 还到美国访问 在美国掀起一股炫耗 不久之后 她姐姐告诉她 以后的女人都是要自己工作的 她才下定决心出道 本图中间山本富士子 作为国民机美女 她为很多电影公司争夺 最终 她选择了大影公司 这是大影公司的一场宣传 山本富士子成了公司财助子 领着不错的薪水 拍了很多电影 但也累积了不少矛盾 因为当时极大地 影公司有个五摄协定 对挖角 万东奖诸多限制 1963年 她与公司在合同方面谈不拢 最终被老板单方解骗炒了鱿鱼 且依据五摄协定 她也无法到其他公司拍电影 看起来 作为一个演员 她的演艺生涯走到了尽头 实际上 她的好运才刚刚开始 因为那个时代 电视已经兴起 电影开始示威 既然演不了电影 那就去新兴的电视行业呗 本图又自山本富美子 反而是大影公司 招牌演员走 拍出来的电影也没什么人看 在电视的挤压之下 最终于1970年代初期破产 而山本富美子则又演又出书 可算长亲手 本文照片 来源网络 若有亲权 请联系删除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